之前信长建立了四个不同的官僚系统 来保持加成之间充分的竞争压力 同时让他们理解到利从己出 从而服从于自己 今天我们就以历史上著名的信长的男宠森兰丸为例 解释一下信长如何让森兰丸一直做自己的小幸 以及如何平衡手下的势力和利益 这里是《舞女花扇》里 一个演绎历史传奇的频道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 别忘了点赞订阅 森兰丸算术和逻辑能力极强 自小就有神童之称 而且据说长得相当俊美 曾经有外国使臣觐见兹田信长时 竟然被森兰丸的美貌震惊到连招呼都忘记打了 并且他的武力值也很高 12岁时就要号称公术天下第一 公剑的公 也是差不多当他把公术念到天下第一的时候 信长招他和他的两个弟弟入宫 担任信长的小幸 令人惊讶的是 小小年纪的森兰丸 却和性格难以捉摸的兹田信长格外的投缘 信长心想之事经常不用说出口 森兰丸就已经处理妥当 这让信长有意培养他 而由于信长十分喜爱他 包括他的容貌 不仅用喜欢的进口兰花给他赐名森兰丸 而且专门下令不准他圆服 因为圆服之后就是成人武士了 要换成这种发型 信长觉得这实在是太浪费森兰丸的美貌了 当然不能成年并没有影响他的仕途 由于才能极高 圣兰丸在14岁起 信长就让他处理政务 并且涉及机密 16岁出任诸师奉行 总览信长身边的大小事物 也就是基要秘书 到他17岁的时候 已经是拥有两座大城池的大名了 不过这种风赏 基本上也没什么意思 因为圣兰丸到死都是信长的小幸 根本没有时间去管理自己的封地 所以这两座城真正的主人还是信长 这就像清宫中皇帝赏 赐给妃子的珠宝首饰 反正也不准你带出宫 等妃子一死 皇帝又会假惺惺的说 爱妃一定也想要恩责后世 然后把这些珠宝收回来 再和其他的妃子调情 关于圣兰丸收集信长的枝脚 数刀柄上的花纹 开窗之后再关窗等等意识 想必大家都比较熟悉 就不细说了 总之就是把宠城玩到了登峰造极 因此信长名言他有三个大宝贝 第三个就是圣兰丸 谁要是敢跟他抢圣兰丸 必要这个人人头落地 也是因为这些事 后世对于三男丸的印象 大多数都是把他当成 知田信长的男宠 不过可信的史料上看 这应该是对三男丸和信长的误解 可信史料上没有发现任何证据 能够证明三男丸 或者其他的任何小信 是信长的男宠 在财田圣家片里面我也说过 对于知田信型喜好蓝色这种说法 在我看来是一种对败者的人格侮辱 是一种带有政治目的的无名化 对于信长和三男丸的关系 基本上我也是抱持这种观点 那知田信定和知田信秀都是老太迪了 他们的直接继承人就算是弯的都给你摆植了 从小就在森林里面赤身裸体搞选飞的信长 竟然会喜欢蓝色 这种事实在是过于难以置信了 生男丸不论是在军政上还是生活上 都给信长提过很多有效的建议 并且他迅速的处理杂事 这使得信长减少了很多琐碎的压力 这一点本来就和生男丸的家族出生有关 生家本来就被认为是知田家的内臣 而且他的父亲 森可成和哥哥森可龙 本身更是为了知田信长尽忠而战死 信长自然要给其后人留出足够的出人头地的机会 所以生男丸理所当然的得到了信任和继承的身家的职责 如果说放逐左九尖尚且合理 放逐林秀真也能从厉害对比上理解其必要性 那把生男丸作为蓝宠就是要比这些更恶劣得多的行为 信长虽然狂妄清奇 但其政治手腕还是相当高明 他不会撒到如此连续试探纵城的底线 生男丸在树里上被称为神童 这说明他的头脑非常清晰 逻辑能力很强 这正符合了信长对他的评价 细致全面 善解人意 只是这里的细致全面指的是对公务 善解人意指的是和信长唱双簧 这就像延松自娱家境 其实日子 他做事仅仅有条 又善于平衡信长和家臣之间的关系 信长可以信任他 交给他来办事 这自然是要长久的留在身边的 公元1582年5月 围攻背中高僧城的封城秀吉 突然向安土城的枝田信长求援 所以信长就命令 单波龟山城的城主明治光秀 作为元金的先锋 竟将日野城的城主捕生士乡留守安土城 5月20日 信长在安土城款待了上落游玩的德川家康 5月29日 自田信长仅带了100多名近士 匆匆离开了安土城 当天晚上在京都四条西院的本能寺留宿 与此同时 信长的嫡长子 自田信中也带了少数人马进入庙杰室 6月1日 孙南丸代表信长前往庙杰室向信中致意 当他回到本能寺的时候 已经是日落西山的黄昏时分 当日无事发生 6月2日凌晨6点 明治军的水色捷耿旗已经遍布京都各处 光秀派兵封锁了京都的各个交通要案 将本能寺团团包围之后 明治军在铁炮的掩护下攻入室中 据记载当时信长正在床上安整 突然被外面的声音吵醒 起初信长和小信们都以为是部下争吵斗殴 正在猜疑的时候传来了火炮的轰鸣声 信长这才警觉起来 大声喝道 这是叛乱什么人 孙南丸在一旁回答说 我看到的是明治 信长知道明治光秀谋反的话 自己必不能逃脱 所以他就对孙南丸说 你帮我挡一下就行了 然后进入室里从容的点火自焚 孙南丸为了给信长拖延时间 与明治光秀的部下进行了激战 被砍断一条腿之后 仍然试图阻止士兵前进 信长放火自焚之后 明治光秀的部下怨恨孙南丸的阻牢 使他们没有能获得信长的首级 所以他们就把怒气杀到了 孙南丸的尸体上 砍去了他的头颅 不过一些野史里面 本来就说明治光秀的反叛 和孙南丸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明治光秀显然是 最受知田信长抬举的外城 这就使得孙南丸深感不快 所以孙南丸多次和明治光秀发生争执 而且还经常在信长面前说他的坏话 挑拨信长和光秀的关系 怂恿信长打压光秀 最后反而使得明治光秀举起了反旗 这种说法完全难以考证 而且显得对于信长的统治方式非常不熟悉 在封建政权中 内外城之间理应不存在强烈竞争 就算有也是出现于双方代表之间 显然知田信长时期 外城的代表是左九届姓圣和财田圣家 而内城的代表是林秀珍和孙可诚 此外知田信长还有茶会系统和朝城系统 信长通过这四个系统来保证 他的家臣们充分竞争 并且绝对服从于自己 知田政权的统治团队 指的就是在这四套体系里面的 至少三套都拥有重要地位的人 在信长史之前 这个团队有知田信长 知田信忠 财田圣家 丹羽长秀 明治光秀 农川一役 还有羽才秀吉 总共七个人 也正因为如此 像池田恒星 古生世香这种 看起来有势力 或者看起来很重要的人 在历史上 不会被评价为 知田信长的核心团队 感性的说 我们说 懂得都懂 看得出来 但是理性的 量化的说 就是因为他们在四套 官僚体系里面的 最多两套担任要职 没有三套 就没有进入到核心圈层 那么可不可以在四套里面 都拥有重要地位呢 当然是可以的 至少信长和信东 肯定在里面 对吧 在四套中 都拥有重要地位的 那就是真正的核心集团 是发生了重要 且紧急的事情的时候 最先开会 统一意见的人 前面这个名单里面的 前五个 就是信长死之前的 核心团队 事实上在之前信长的事业 开始做大之后 他一直维持着一个五人的核心团队 这五个人的名字会变 但是五这个数字一直没有变过 而且他一直维持着额外有两个人 或者额外有四个人 拥有无限接近于五人的地位 但是又总有一些信号显示 他们还没有达到这五个人的高度 这个其实非常厉害 如果你了解一些现代管理学知识的话 显然信长是没有现代管理学知识的 他应该是从自己的经验和教训里面 总结出的这个规律 真的是个天才 那么话说回来 我们可以从一些信号看到 可能生男王和明智光秀 确实在自田信长的心里 分别于内层系统和外层系统里面 有一丢丢的特殊地位 但是还不到摆明的时候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 信长已经接近五十岁了 很快自田政权就会变成 自田信长和自田信聪的双头体系 到了那个时候 除非是信长 直接指明这个人过忌给信中 或者信长名言 在我死之前 这个人必须在角色层里面 否则的话 这些信长的储备干部 都是要作为大名分封出去了 不然的话信中就没法玩了 老油条明智光秀和小油条生男王 当然很清楚这一点 所以他们应该不存在很强烈的矛盾 除非真的是信长老幽通吃 他们有特殊的不可名状的关系 所以在我眼里 这种因为生男王和明智匡秀的不和 导致本人是自变的说法 实在是过于胡扯的 比我的视频还要胡扯 生男王的职务相当于 独裁君主之下的大类管家 基奥秘书 这种职务可大可小 大的情况就像蜀汉政权里的赵云 小的情况就像银河英雄传说里面 莱因哈特的王妃希尔德 无论哪种都需要被祖君极大的信任 也都拥有相当的影响力 但同时也就意味着主动放弃了 更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 从家族的状况来看 生男王的情况 应该是属于影响力比较大的一番 也确实有一些地方制 记录说 生男王实际上是后来 枝田家忍者部队的首领 这不无可能 因为这原本就是 其父生可成的职责 生可成战死之后 这个职务所属不明 这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当生男王年仅14岁的时候 就被允许深度接触机要信息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信长的统治手法 就显得更为复杂了 这里是舞女花善理 一个演绎历史传奇的频道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 别忘了点赞订阅